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纪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 这里说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支派一个人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在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会前头 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什么意思呢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耶和华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会前断绝 约会过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再读二十四节一同来念这些神经 来 要使地上外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 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就读到这里 昨天晚上才刚从纽约回来 昨天下午在纽约丰收灵粮堂很高兴的 他们有个新堂落成的一个感恩崇拜 你知道神真的给他们一块地坐落在加美之处 在Long Island跟Queens交口的地方 他们这块地坐落在两个区域 一半在长岛一半就在Queens 那这个地方都是最高级区 相当于我们这边这种教育的那种 都是Cupertino那种area 你知道吗 所以非常不容易的地方 神竟然给他们两某地 纽约 两某地 他们盖了一个新的教会 金碧辉煌漂亮的不得了 我告诉你 他们的教会可以容纳八百人 不但有八百人 他们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 有小桥流水 真的有流水的一个结婚花园 Hallelujah 在纽约 我们在那里真的是欢喜快乐 非常漂亮 我下次有机会一定要秀个照片给你们看 真是Amazing 我说金碧真的是金碧 因为每一样都是K金 24K金 Everything K金 这个是感谢神的 他们很多是做工的 他们在教会里面 很多都是一些工程的人 他们刚好一个project 剩下很多K金 通通送给教会 所有的灯都是chandelier 都非常漂亮 像宫殿似的 因为有个灯店倒闭了 所有灯通通送给他们 他们的所有的这个launch 他们很大的院子 庭院嘛 所有的椅子 桌子 所有的庭院的东西 通通通就已经要倒闭送给他们 上帝用各样的资源供应他们 超级便宜啊 所有东西都是他们自己做 所有东西自己贴 连这个LED板 这么大LED板 全部自己贴 太厉害了这个教会 那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典 在他们身上 我们昨天非常的喜乐 真的看见 我真的说 Shakina Glory突破的恩膏 大有威力啊 直到纽约啊 你知道吗 Hallelujah 你知道去年12月底的时候 他们呢 其实还有13样 这个检查没有过 包括水跟电跟防火 都没过 但是眼看着他们旅馆的租约已经到 他们本来在旅馆聚会 通通cancel了 结果 12底又不能过 旅馆也不能去 就无地可去了 冬天啊 在纽约去哪里聚会 他们就到纽约的房屋局去求情 刚好局长每个礼拜是六点到八点 有一段时间是开门给大家求情 陈琴呢 肖牧师肖四母就去陈琴 可怜我们 没地方去 结果去年12月底 他们给他们一个临时的使用执照 他们就搬进去 直到如今还是临时的搬 感谢上帝 没听过有13样重大的检查的美国 居然让他们进去聚会 这从来没听过的 突破的恩膏真的降临了 阿们 阿们 感谢神 我们这边也是突破的恩膏 我们建电的工程 上个礼拜 我们刚刚通过了水电 机械跟绝缘的检查 所以我们现在墙通通封闭起来了 可以开始里面的装修 阿里路亚 你知道每一次当我看见 我们Shakina Glory建电工程的时候 就一次一次地让我回想到 这一路来 神带领我们走过的恩典之路 阿们 我们走过多少高山低谷 也见证了多少神的信实跟大能 我深深地相信 随着Shakina Glory圣殿的完工 神要带领我们整个教会 进入到一个历史上的新业 进入一个崭新的将来 阿们 就好像当年约苏亚 当他带领以色列 过完了约旦河 要准备进入神应许的地界一样 摆在他们面前 也是一个崭新的将来 过完约旦河 不是一个休息的时刻 过完约旦河 是一个准备起行的时刻 同样 今天当我们看的这个圣殿的工程 即将完成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要一个预备起行的时刻来到 那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呢 今天想从三方面来思想 第一个 我们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 跟你们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 最近当我在 一直在思想 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 我就想到 约旦河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约旦河其实是从黑门山流下来 特别是山上雪融的时候 你知道活水江河 就从山上源源不断地流下来 而圣经里面常常用黑门山的甘露 来形容圣灵的工作 忽然间我就明白 神要祂的百姓 在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过河 乃是要提醒祂的百姓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 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而且不是一点点圣灵的水流而已 而是让圣灵的江河涌流在我们中间 Amen 否则我们无法面对 现今这样邪恶的世代了 多好说我们常常自以为有一点信心 带着我们自己的信心 一进入这个世界 那一点信心常常被压得粉碎 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 弟兄弟我越来越看见 面对今天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 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也许你从牧师我曾经被圣灵充满过 那我不是讲以前 我是讲今天你需要再次被圣灵充满 是让你每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 Amen 跟你们说你每天都被需要圣灵充满 你跟他说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 其实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其实圣灵的能力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了 使徒行的第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同来念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里主耶稣很清楚讲到圣灵的已经降临在你们 谁是你们啊 就是我们嘛 每一个信主的人 跟随主耶稣 耶稣很清楚的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了 今天只要你是基督徒 只要你是跟随耶稣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能力已经降临了 神的能力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里面 我们看约翰怎么教导 我们一同来念来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膏是怎么样 是什么 是什么 是真的 他还怕你以为是假的 是真的 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 这个恩膏是真的 我们就看见 今天神已经把圣灵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 那你说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呢 那我解释给你 就好像我们在Saint-Hosea 有light rail 轻轨一样 你知道这个light rail 这个电车 它的能源是在这个电缆上 电车的本身是没有能力的 电车需要接在这个电缆上 车子才能够前进 如果不接上 车子就不能动 所以当你看见一个车子不能动的时候 并不表示能源不在 事实上电缆还是在那里 能源也没有离开 只是没有接上而已 那你说怎么样能够让电车重新开始动起来呢 很简单 就怎么样 重新接上就好了嘛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 在这个面对这个属灵的道路上 对这样一个真理不是很清楚 所以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被感觉跟环境所影响 有些人说今天心情不好啊 身体也不好啊 感觉好像恩高不在了 没有了 恩高仍然存在 跟你们话说恩高仍然存在 跟他说 能力也存在 只是你没有连上而已 只没有连接在一起 第二点今天你真的需要明白 A7的事情 属灵复兴的条件 不是在于圣洁 不是因为你圣洁了复兴才临到 你错了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 先成为圣洁 不可能的 事实上属灵复兴所带来的结果 才是圣洁 因为在属灵复兴的过程当中 人渴望来靠近神 那你说属灵复兴的条件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重新连接在圣灵的能源上 你要相信这个圣灵的能源是可靠的 神应许我们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 这个圣灵也内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圣灵的能源是可靠的 不像我们人的电 人的电会停电断电 圣灵的能源是可靠的 不会停止的 也不像圣经所说的 必是大词的水 一年天使搅动一次 你没第一个下去 只好等下一年了 不是这样的 这个属灵的能源一直都在 圣灵也一直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 也是真实的 所以今天你不是需要在等候 而是你只要重新连接 重新来欢迎圣灵的工作 来渴慕祂 渴慕祂来充满你 渴慕祂来更新你 渴慕祂来浇灌你 就像圣经所说 你若大大张口 神就怎么样 大大充满 就要重新连接 张开你的重新来渴慕 神的灵就要再一次浇灌在你身上 Amen 就像德外穆迪 穆迪先生 他是在我们美国 被神非常重用一个布道家 在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 他已经是个非常知名的布道家 到处传讲神的话 有很多人因他的缘故 进入神的国度 有一次他在芝加哥讲道 在布道的时候就看第一排座两个姐妹 他在讲道当中这两个姐妹 从头到尾祷告到尾 他就很好奇 我在讲道他们两个祷告些什么呢 所以聚会完就跟这两个姐妹说 你们在我讲道拼命祷告 祷告些什么 这两位姐妹就说 穆迪先生 在你讲道的时候 我们一直为你祷告 希望你被圣灵充满 他听了 不是很高兴你知道 很不高兴 我还没被圣灵充满 我这么有能力讲道 多少人因为我进入神的国 你还说要为我圣灵 他非常不高兴 可是没想到 那一次两个姐妹 对他说完这句话 忽然间在他心灵的身处 有很深的渴慕 他就每一个时刻 没办法停止这样的思想 他说主啊 我需要你圣灵充满吗 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吗 我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好像这样一个思想 一直在他里面 没有办法停止 他说主啊 我真的需要你圣灵 他说主啊 我需要你 我渴慕你 好像这样的思想 一直在他里面 深深的渴慕 无论他走在哪里 他就向神护救 主啊 我需要被你圣灵充满 最后终于有一天 他躲在芝加哥的街上的时候 正在走上街上 忽然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被圣灵大大充满 哈利路亚 从那一天开始 他在神的手中 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 一个器皿 被神所使用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需要有这种 深深的渴慕 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 我很害怕 我们已经缺乏这种渴慕了 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说圣灵有也好 没有也OK啦 我们想到圣灵 我们以前曾经被圣灵 那我只想今天 这个世代越来越加险恶 我们真的每时每刻 我们都需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的 Amen 我们真的要求神再一次 赐下深深的渴慕在我们中心 让圣灵再一次重新来充满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年五月份 我们在十八十九号两天 我们重新有一个圣灵周 你一定要把这两天留下来 我们希望在那一天 我们重新来教导圣灵的工作 让你对圣灵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也欢迎圣灵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Amen 你一定要渴慕 你一定要重新来领受 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 要准备我们之间 要纪念神的信使 跟你们说要纪念神的信使 在过约旦河的时候 神吩咐约苏亚 祂要从约旦河的水中 祭司所站的地方 拿十二块石头上来 上岸之后到了吉甲 然后就把历时为祭 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这里说 那纪念什么呢 就是要纪念神的信使 为什么要纪念神的信使 因为人总是散望的 不是吗 多少时候神的恩典 还正在转角口呢 可是当你前面遭遇到 一些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埋怨了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过红海 多么轰轰烈烈 多么风光的一件事情 我请问你 如果你真的经历过 走过红海的经验 我请问你 你会忘记神的恩典吗 你会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事实上 事实上 还是会的 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 进入旷野 怎么样 从头埋怨到尾嘛 不是吗 忧虑啊 没得吃 没得喝 怎么办 你说红海都过了 还怕没得吃 没得喝吗 人还是散望的啦 同样弟兄姐 多少时候 我们的光景不也是 你不要笑以色列人了 多少时候 我们也一样了 环境好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 神的恩典的时候 不是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吗 但环境一不好 我们的心就埋怨了 我告诉你 当我们埋怨的时候 你什么都看不顺眼 你什么都听不进去 别人做什么 你永远不满足了 其实不是因为 神没有为你开路 而是你的埋怨 是你的眼目盲目啊 看不见神一切的恩典 当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常常忧虑 真的 跟以色列一模一样 忧虑什么 没得吃没得喝嘛 你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请很多amigo 来帮助我们 做一些出众的工作 我一定要解释给你们 这些amigo都是有身份的 OK 不是非法打工的 他们不但有身份 而且都是基督徒 我告诉你 说真的 他们说你的薪水 实在不多了 如果我们是做 他们那种工作 我们一定天天忧虑 如果我们的儿女 做他们的工作 我们更加忧虑 可是我告诉你 我每天看他们工作 都是好喜乐 我们全教 我真的要说 我们全教会 最快乐的staff 就是他们 每天工作 唱歌来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歌唱 赞美神 他们吃饭的时候 一起同声开口感谢 祷告的 好喜乐 好可爱 我就从他们身上 学到一个功课 真的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圣经说 一天的难处 一天担当就好了 同样 今天神也要提醒你 不要为明天忧虑 跟人家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世上你有慈爱的天赋 Come on 为什么忧虑 神你有慈爱的天赋 祂难道不会供应你 一切的需要吗 Amen 当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们不但常常忧虑 我们也常常心里恐惧 不是吗 无论过去走过 多少的高山低谷 可是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 心中还是有一份 犹豫在那里 真的吗 神真的会如此带领我吗 神真的会使我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吗 以至于我们常常 对神的工作 存那种观望的态度 不敢向前 事实上观望 永远不能够带领 我们进入神应许之地的 想想看 当年的以色列人 在红海的边上 如果他们只存观望的态度 他们永远无法离开埃及 想想看当年的以色列人 在约旦河的边上 如果他们存观望的态度 他们永远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这为什么神要我们来纪念 纪念神的信誓 神要再次提醒我们 神过去怎么带领我们 走过高山低谷 神今天要继续带领我们 在生活每一个领域里面 经历祂的得胜 Amen 所以不要观望 要勇敢跟随 跟你们说 不要观望要勇敢跟随 跟他说 那你说我们万一失败怎么办 对中国人来说 失败是最重要的 很害怕失败 多少时候害怕失败 就让我们无法向前 但事实上有哪一个成功的人 是没有经过失败的呢 我很喜欢一首诗歌 靠着耶稣得胜 里面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他说 不必惧怕挫败 身知主恩更广阔 不必惧怕挫败 身知主恩更广阔 换句话说 主的恩典远比我们一生当中的成功 失败更加广阔了 因为你的成功跟失败 是现在的 是眼前的 是暂时的 都会过去 但主的恩典却能够带领我们 飞越人生各样的高山低谷 至终带领我们进入到 神应许的地界里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永远不要惧怕失败 也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停滞不前 因为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只要我们紧紧跟随神的带领 神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祂的得胜的里面 Amen 第三 要起来见证主的大能 跟你们知道要起来见证主的大能 在约书要记四章二十四节 我们看见石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 不但是为了神的百姓 说要纪念神的信实 更是为了世界上的万民 要向他们做见证 所以二十四节讲到说 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怎么样 大有能力 换句话说 要在这个世界上带来影响力 那时候怎么样 我们教会能在这个世代带来影响力呢 我们看见两件事都是必须要来进行 两件事情都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要祷告打开属灵的天空 跟你们要祷告打开属灵的天空 为什么要打开属灵的天空 因为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无论是人心里的问题 无论是家庭的问题 无论是国家社会的问题 根本上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末后的世代里面 魔鬼撒旦正厉害地在人心中工作 叫人心很盲目悖逆 不能够认识真神 很多时候当你看见现今这样一个 充满破碎 充满黑暗罪恶的世代 有时候你真的怀疑说 这个世代还有盼望吗 但事实上这个世代的盼望 并不是在于环境的改变 这个世代的盼望 不是在于政治的选举 这个世代的盼望 唯独在于神自己 我还记得有位牧师曾经说 面对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 只有神的复兴才能带来解答 只有神的复兴才能带来解答 Amen 我相信这句话 不是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 反而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提醒 换说今天教会一定要起来祷告 求神打开属灵的天空 降下神的复兴在我们中间 因为只有神的复兴才能带来根本的改变 而且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神已经赐下祷告的权柄在我们中间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我读过很多次了 我们再读一遍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反正你们在地上所捆绑 在天上也要捆绑 反正你们在地上所释放 在天上也要释放 神给我们何等样的权柄 我们在地上所捆绑 捆绑什么 捆绑魔鬼撒丹的作为 神说我在天上也要捆绑 神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 释放什么 释放神的能力 释放人的心灵 神说我在天上照样要释放 你们 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权柄 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神拣选我们是要影响这个世代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神已经把祷告的权柄赏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神已经把现在的时机摆在我们面前 那我们岂不应该抓住这样一个时机 向神来祷告 向神来呼求 而且期待神要应允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吗 如果神拣选我们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也照着去做 难道神不会照祂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吗 弟兄姐妹 我越来越来看见 这是一个生命盒的时刻 这些人我真的看见 神为什么拣选生命盒 我真的看见有些时候 我都感觉到神为什么赐下这么大的恩典在生命盒 不但在生命盒在我们这些分堂 整个moment在全世界的工作 有时候你想不通的我们算得什么 神这样恩待我们在全世界这样扩展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 神拣选生命盒是一个使命跟托付的 让生命盒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影响世代的教会 Amen 今天你的生命你真的要明白你有这样的使命在你的身上 我们今天就要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托付 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 向神来求复兴 求神打开属灵的天空 Amen 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种翻转世代的能力在我们中间 第一个我们要祷告 第二个要更实际的进入世界 给你们看要更实际的进入世界 在主耶稣所给我们天国的比喻当中 他讲天国像什么像面笑一样 面笑什么是一个好像发面的一个功用 他要发挥它的功能就要进入面团里面 让面团发起来 如果一个面笑要发挥它的功能 一定要进入面团 它不能自己要成为一个面笑团 不是 它必须实际进入面团里面 才能使面团发起来 带来它的影响力 我就看见今天教会犯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一天到晚想成立一个面笑团 要跟面团对抗 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正在犯这个错误 我们正在看见怎么样跟世界对抗 要胜过这个世界 那麽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 是要我们进入世界 胜过世界的方法不是对抗 胜过世界的方法是进入 带着神的生命 带着圣灵的大人进入这个世界当中 在生活每一个岗位里面 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来 就像面笑一进入面团 面团不能不被影响 这个面笑一进入面团 面团就要被发起来 Amen 神的心意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 神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聚集在一起 不可以停止聚会 我们聚集在一起 敬拜我们是美得无比 但另一方面神的心意 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里 不是停留在这个山上的经验而已 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了彼得 约翰雅各到变化山上吗 他们一到变化山上的时候 神荣耀的同在就降临下来 摩西跟以利亚都向他们显现 跟耶稣谈话 哇 彼得看这个光景 好兴奋 这就不是我们所渴望荣耀降临吗 神的荣耀降临 此地 我们的渴望真的看见了 渴望实现 天天在祈求 神的荣耀降临 真的降临了 彼得好兴奋 所以他马上跟耶稣说 父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啊 搭山座棚吧 他的意思当然说 一座为耶稣 一座摩西 一座以利亚嘛 我们就住在这里 不要下山了 太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天上有一个云彩飘过来 Shakina Glory 云彩 这就是神自己 神在云彩当中 向彼得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的 我常说 好像这就是 父神很有礼貌地对彼得说 Shut up 闭嘴 什么 我们在这里真好啊 不要下山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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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爱子耶稣 你们要听他的 不是听你 是听耶稣的 结果圣经说 第二天 耶稣就带他们三个人下山 去服侍那些需要的人群 去传讲神的福音 医治病人 Amen 弟兄姐妹 山上的经验很好 但山上的经验 是为了山下的服侍的 Amen 跟你朋友说 山上的经验 是为了山下的服侍 跟他说 弟兄姐 如果你问我 今天教会 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一定是 今天教会 需要更多的思想 耶稣的道成肉身 今天教会 需要更多的思想 耶稣道成肉身 想想看 耶稣从来没有 嫌这个世界太黑暗了 耶稣也没有嫌 这个世界充满罪恶 耶稣也没有嫌 你我太软弱 而不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他离开天上的荣耀 进入这个黑暗 罪恶的世界的时候 他也没有带了个 光圈降生呢 没有 他也没有 在马朝上降生之前 请天使去打扫一下吧 也没有 他就是一个最平凡的样式 降生在这个世界 而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也没有 按照我们应该想 快速成长一下 电动玩具 一下快速成长 没有 他还是默默地走过 人生的每一个过程 跟你我一样 你有没有想到过 耶稣也曾经是青少年 你不想到耶稣青少年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常常在想 耶稣真的是默默地走过 孩童的时期 青少年的时期 走过人生每一个过程 每次我想到这里 我才开始明白 什么叫道成肉身 要经历 跟我们一样的经历 我也才开始明白 什么叫做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耶稣基督怎么样 为我们道成肉身 他也照样要求我们 要道成肉身 进入这个世界 换说今天教会 不能只是坐在教会里面 定罪这个世界 好黑暗 充满罪恶 我们需要更实际地走进这个世界 生出爱的宝贝 活出主耶稣 道成肉身的爱 因为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就是爱 不是吗 只有当我们开始 无私地去服侍 我们身旁周围 有需要人群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明白 神的慈爱跟怜悯的 Amen 定罪我再一次说 神赐给我们恩典 不是叫我们停留 神赐给我们恩典 是叫我们继续向前 今天你在生命核 你一定要明白 生命核是有个使命的 那个使命是影响世代的使命 而你就是影响世代的其名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那么伪想 能够做些什么呢 神的话却告诉我们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怎么样 凡事都能做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不要再依靠自己的势力 跟才能 要重新领受圣灵的大能 确信神的信使 无论前面有多么艰难的道路 靠着神我们必然能够得胜 并且起来要见证主的大能 叫世人看见 就归荣耀给神 Amen 你我就能够成为影响世代的其名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此来的 把你圣灵的恩高能力在我们中间 再一次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中 让我们每一天就来寻求你 每一天渴慕你圣灵的浇灌 渴慕你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 好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 被谬的世代 能够起来为你做荣美的见证 我们再美你 我们感谢你 再次带领整个教会向前 真的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上有多少的恩典 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 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 我们知道凡事都能做 主 靠着你 我们能够勇敢向前 靠着你 我们就能够成为那影响世代的其名 感谢祷告奉 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 一同其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耶稣 耶稣 亲爱的耶稣 欢迎你来 全心欢迎你来 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撕西 因你是我的智慧 我的公义 耶稣 亲爱的耶稣 欢迎你来 全心欢迎你来 吸尽我的无悔和一切罪恶 因你是我的圣洁 我的救赎 哦 圣灵的火 哦 圣洁的火 来连接我 来复兴我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 哦 圣灵的火 哦 圣洁的火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圣灵 圣灵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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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炼金我 来复兴我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 圣灵的我 圣灵的我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圣灵 圣灵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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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炼金我 来复兴我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 圣灵的我 圣灵的我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祝耶稣的生命 印象这时代 好不好同生开口来导致 求圣灵火降临在我们身上 重新点燃我们生命的热火 求圣灵大大充满 同生开口向主来护求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求神灵再次浇灌 在我们的身上 哦 祝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 每一天都需要我们可慕你 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 让我们为你而活 圣灵求你来降临他 让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让我们生命被你所翻转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 向你来祷告 向你来補救 好 来充满我们 圣灵的活 哈利路亚主 我圣灵的活 来连经我 来复兴我 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 哦圣灵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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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生命 影响这时代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谢谢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 求祢圣灵再次大大充满 教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 愿你复兴的活 才是降临在教会的里面 哦主好 让你兴起我们 在这样的世代 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恳求你的圣灵 亲自的运行在我们中间 主啊 让带领这个教会 继续不断的向前 让你的心意 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们谢谢你 现在主耶稣就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参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跟你旁边 你就是神 影响世代的器皿 跟他说 上帝祝福你们